小男孩小女孩玩積木比拼速度 換起去年初 陳其邁是否九天光速拆除中博橋影像 还有铁路地下化荒漠变身绿源道 让太空人降落后大傻眼 而办公室女员工音乐祭回味无穷 以及桌下藏的大吉虎小提灯 比喻高雄两年来 精彩活动不间断 高雄是否20秒短影片创意连发 看了秒懂 两年拼四年的市政成果 创意影片发想的桥段 有非常多的细节跟巧思 为的是要让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 这是在高雄已经实现的政绩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 假日找来前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 同框爬山 似乎是要号召韩粉回归 但前市长韩国瑜接受专访 提到柯志恩当选是奇迹 让五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杰 找到机会狂酸 我想要请教柯志恩 请问你所谓的在线奇迹 就是要复制寒流吗 挖石油摩天轮还有赛马场 请问你也是如此主张的吗 我觉得他对韩市长好东西 是念念不忘的 那至于要看柯志恩的政见 请上柯志恩的官网 柯志恩不甘示弱反击黄杰 要看政见请上官网 韩国瑜对蓝营来说 就像双面刃 难吸收韩粉票源 却也可能变成对手攻击焦点 进行我谢嘉宁东云杰采访报道 恩财就叫 恩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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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